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不必太执着于思考 该如何让自己了解对方 在网上看到一句话 认识了很久的人 忽然在某一天发现自己并不了解他 是一种什么体验 我想有过类似经历的人 其实都很难说得清这种感觉吧 有受伤 有不解 有惊慌 也有难过 生活就是这样 可以用很长的时间 为你营造岁月静好的假象 也可以在转瞬间 就打破你的幻想 原来啊 你所看到的 只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 你以为的心照不宣 往往也都只是刻意而为之的结果 说到底 这个世上从来就不存在完全契合的两个人 随着相处过程的深入 一定会逐渐暴露对方身上的缺点和彼此间的差异 区别不过是在于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 如果说我们都曾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寄予了美好而热切的理想 那么从理想坠地 直到落空的那一刻起 才是你真正直面人性 学会成长的开始 遇见一个人需要机缘 了解一个人需要的 却不仅仅是时间 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 当对方不愿意对你卸下心房 交付自我时 你就不可能看到他最真实的样子 而你对这段关系的期望越高 失望也注定会越来越深 那么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真正了解一个人 答案是 光凭一己之力不可能做到 两个人的相处需要相互成全 共同经营 否则单方面做的再多也是徒劳 事实上会这样问 就说明你已经失去了对关系的掌控感 至少对于你面前的这个人 你是缺乏安全感的 所以不必太执着于 思考该如何让自己了解对方 最好的方式应该是学会坦然接受人性的优深与复杂 不必把一个人看得太清楚 成年人的世界从来就不是非黑即白 非错即对 每个人的境遇不同 立场不同 做出的选择也不同 有时候我们根本难以了解别人真实的感受 更无从去评判他的好与坏 明白了这一点 你也就能够更理性地看待关系的变化 特别喜欢傅首尔说的一句话 人性是多面的 有善有恶 有光明 有黑暗 有不堪 也有无奈 为什么人与人之间有那么多误会 是因为我看惯了你的犀利 就忽略了你的温柔 我看惯了你逞强 就忽略了你的脆弱 是啊 没有完美的人 包括我们自己在内 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 会犯这样那样的错 出于对自我的保护 适当的伪装 总是难以避免 有些矛盾的发生 与其说是对方便了 不如说是你一直在选择 自己所愿意相信的 以至于在无意中错过了许多 本可以真正读懂对方的机会 就释然以待吧 不必把一个人看得太清楚 也不要去追问太多 虚与实 真和假 给别人以空间 何尝不是在 给自己以自由 朋友林立 在还没有男朋友时 总是持有一个观点 既然我要找一个 陪伴自己一辈子的人 就一定要合我心才行 什么都要符合我的标准 不然 宁缺勿滥 后来 她认识了一个 对她很好 且符合条件的男生 谈了一年恋爱 就结婚了 林立开始规划 婚后的生活 包括纪念日怎么过 多久去旅行一次 家庭财务 怎么管理等等 刚开始 林立老公还觉得 她很会过日子 虽然有些太过执着 但她都接受着 直到他们的 第一个结婚纪念日 林立老公因为加班 没有及时回家陪她一起度过 为此 林立生气了好几天 不管她老公怎么道歉 都没有用 严重影响了两人的感情 但其实 婚纪纪念日 本是一个幸福的日子 夫妻两人追求浪漫 共同度过 自然是好 但若有特殊原因 不能一起 也没有多大遗憾 没有缘分的人 我们再掏心掏肺 也换不来对方的青睐 难以再续的爱 我们再念念不忘 也得不到任何想要的回应 世间所有相遇 都是命中注定的 该来的终会来 该去的留不住 顺其自然 才是好的姿态 正如有句话所感叹 世间知识 真真假假难辨 真一假实 假一真 太认真 就没意思了 人生有很多问题 本来就没有答案 在守好自己底线的基础上 懂得接纳差异 尊重不同 其实是为人处事的一种 智慧和能力 不要自语了解一个人 事有百态 人有千面 每个人都是一本 深奥难解的书 无法被简单定义 与评价 就算这一刻 他确定是真心实意的 也只是当时当下的想法 并不能代表永远 重庆森林里有句经典台词 其实了解一个人 并不代表什么 人是会变的 今天他喜欢凤梨 明天他可以喜欢别的 这就是人性 变化永远是常态 不高估和任何人的关系 才不会让自己被轻易陷入失望 与被动的处境中 也不要为无法了解一个人而懊恼 对于自己所在意的人 渴望走得更近 了解得更多 是人之常情 然而即使已经建立了足够深度的链接 在对方身上 仍然会有你无法触碰的禁区 因为彼此终究是两个独立的个体 既有属于各自的思想和观念 也有各自需要承担的孤独与难题 前不久有一个女生跟我说 自己和老公的感情越来越淡了 而导致他们感情变淡的关键在于 他告诉对方自己的秘密 年轻的时候 他曾定过一次婚 后来他发现 那个男生是妈宝男 对他提出很多不合理的要求 他和家人坚决反对 婚事后来不了了之 哪里知道 南方不能接受婚事的告吹 竟然把他的不雅照片 放在网络上公开了 在那个小城市 他的事情被所有人知道了 没有办法 他离开了自己的小城 来到南方一座大城市打拼 他工作非常的积极努力 而且坐到了公司高管的位置 嫁了一个很体贴的丈夫 非常的恩爱幸福 他本以为自己美好的生活 就一直这样下去 但他心里一直因为这件事 被石头压着 于是他决定 坦白告诉自己老公 自己的过往 原本以为老公会完全坦然地接受 但是当知道这个艳照门事情后 他老公心里面一直放不下 并责怪他 为什么不告诉他 我们曾以为婚姻就该如此 知无不尽 但是我们可能低估了人性的接受程度 也许在没有坦白这件事情之前 他的老公真的觉得他非常的好 而告诉他之后 他内心可能无法接受这个女生的过去 人与人成长的环境是不同的 每个人对事情的接受程度也不同 如果我们知道人性中 可能存在这方面的底线 如果我们知道有些事 其实放在心里比坦白更好 或许我们就能拥有更为幸福的婚姻 我们不可能完全融入另一个人的生命 接受人与人之间必然会有的距离 是从容面对一段关系的前提 事事顺息无常 人心反复难测 感觉无力抓住的时候 唯一能做的就是别强求 做好自己尊重他人 亲疏随缘 能走的长久的关系都有点淡 没有了刻意维持和费心探究 相处起来才会有自然而然的舒适感 也许会因了解而分离 也会因了解而亲密 但又有何妨呢 我们与所有人的关系 最终都是与自己的关系 自己能安住当下 就不惧他人来何去 任这世间纷扰与变换 心自无商无恙 就很好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